大姑娘没了没了大姑娘了 大姑娘走进来请沙桑 我东潮潮西茫茫 咋就不叫我的亲郎 郎呀郎你在哪个呢 我老婆在藏着这儿的 亲 我到家了 哎呦看看我老公这饭菜做的 哎呀这边是西红柿炒鸡蛋 这边是鸡蛋炒西红柿 上来有一盘烧茄子 你说烧茄子拍我干啥呀 李小明不叫烧茄子吗 你才叫烧茄子 我叫蒜茄子 哎呀亲 啥玩意儿 亲 你等着我刷下牙去啊 你回来 谁说跟你亲了咋的 所以拿来干啥呢 你不懂 这新生事物 你去吧去吧去吧 你标去吧 看我标 哎你们大伙知道现在 最时尚流行的四大标是啥不 就是选秀唱歌跑调的 开着导航问道的 没病没咱吃药的 最标的就是这种 瞅着个手机傻笑的 行吧行吧行吧你别搅和我这是现场直播呢 哎呀妈爸我回来了 哎呀姑娘他过来过来吃饭你看你爸弄了不少菜呢 别别别别妈我知道咱们家做的什么菜 啥菜呀 西红柿炒鸡蛋 鸡蛋炒西红柿 还有一盘烧茄子 哎你咋知道的呢 我咋知道的 妈呀你很时尚啊 啊 在线直播呀我是吧 哎呦你都看见了 哎呦你看看 在线观看的全是街坊邻居啊 是啊 哎特别要求你们老两口亲一个 对不对 你有五十八字跟你们年轻人是不是 再切一个切一个 我觉着你呀 不能老直播这个吃饭呢 啊 你这 你这 中午吃饭就得了 你晚上还吃饭呢 看的人都痛了 是啊 哎二姑娘 你给妈出出主意 那妈录点啥好呢 你到小区里边去转悠转悠去啊 哎你拍点时事新闻 你看见有人那个乱倒垃圾的 你别管他 你让他倒 你给他拍一来 然后发网上 这样不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的 这就让大家去谴责他 给他曝光了 哎呦我明白了 好好好 我走出家门 放开眼界 对 是吧 我排外边的 快去吧 我去排去啊 快去吧 社区新闻现在开始 去 现在我 行了 你给他出生主意能行 这就能火了啊 这就 哎呀我老妈也没啥事 她这样她不是充实吗 不是她充实 把我弄充虚了 放大哥 放大哥 进来进来 放大哥 哎呦我 这不李叔嘛 李叔你不卖馒头跑我们家来 不是 哦我们家买的馒头啊 快快爸给钱不着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交外卖啊 我没要嘛 不是 大哥 他误会的时候 我跟你说哈是整个事你哈 整个事就是 我不弄那个小面食店嘛 咱们家的面食店来辽阳共长岭那辣六号那火的就不用说了 那我听说了 一见沈阳他咋就扁茄子了呢 你当我面子就扁茄子行吗 啊对 你叫涮茄子哈 啥事你啥意思说吧 我就琢磨着 他请个明信 给亚门架上大馒头 大话卷子 大柴包子 主传秘制的大唐扇甲子 给我代言一下子 哎呀那你这东西就火了 但是他要钱要太多了 那啥了啥了啥了不给钱 那啥了啥了 我说哈 郑米浩你给我那个代言的浩 我就供你一位这大馒头行吗 这条件就不低了 真的 他不干 啥啥呢 非要我们家主传那个大唐扇甲子 那我放不起他呀 就是 现在的啥 你老伴不 我老伴 他要是能给我阿门代言一下子 俺家那剩你啊 连下 就起留了 明白了 找你妈代言吗 给你找我们代言 光给馒头也不行 不是那你 你也要阿门家那唐扇甲子 起码你一个礼拜 你得给我们对不对宝子 对不对 宝日 那我也只能给你树仙 我妈回来了 那个啥 跟我妈商量吧 老伴 老伴 以后咱家有包子吃了 我看你像个包子 哎呀 不是 妈 李叔找你代言呢 赶紧的咱都修修装的 他拍照片 哎呀拍拍拍拍拍啥呀拍呀 啊 我还有啥脸拍呀 不要脸呢 我是卖大馒头老李 你说 卖馒头回家卖去 挺大的男人 要哪出流出流 那出流啥 找我出流出 不要脸 哎呀 我也找你哦 我知道你整个事了 现在你是网上人确提高了 两脚下面就开始飘了 哎 你看你那外型啊 跟我这馒头打着连线 但是你那品质 跟他完全就不一样 再见 走了 哎 哎 你看这李叔走了 走了 哎 哎 他在走了呢 说你那叔人家能不走吗 哎呀我也没说啥呀 你们还得说啥呀你呀 等会儿 爸 爸 爸 我觉得这不对劲啊 妈呀 我不让你出去拍去了吗 你怎么生那么大戏啊 怎么的了 哎呀 二古人 你你你自己看吧你啊 怎么的了这是啊 哎呀 不是他 他刚拍的 哎 哎 我大姐夫 赵刚 这不我大姐夫吗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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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的天哪 哎呀 他这是去哪了 这个楼好像就是后边那个 后边那个 哦 A座 二楼 二零二吗 这不是啊 哎 这屋是谁家来的 哎这就是咱辽宁卫视那个著名节目主持人锅锅他们家呀 对就是咱个刷眼套瓶的小媳妇 哎 这怎么大姐夫还有他家钥匙呢 自己开围剧屋了 哎等会儿还有声呢 宝贝 我来了 别动啊 乖 千万别动 来 亲切 你们俩听个对 你们俩听个对啊 你说咱们家的孤儿哪能干出这事呢呀 这跟孤儿不孤儿可没关系啊 你说这事他就怪呢 这怎么就能摊到杖网子身上呢啊 你说 不是妈 这事要是摊在我身上呢 那就不奇怪了呗 我真受不了啊 妈我得说你两句啊 外表看着花心的人 他不一定不忠厚 看着忠厚的人 他不一定不花心 看出来了吧 我大姐夫 那就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你不别拍这玩意 不让你出去拍 偏拍 拍到紧了吧 哎呦我哪想到能拍到这个呀 要知道拍这我不就不拍了吗 就应该拍 不拍哪知道大姐夫是个狼 还是个色狼 我的妈呀 咱们老饭去呀 看上这样的姑爷 哎哎哎哎哎妈 又又又说的不对了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一家俩姑爷 还能个个都优秀啊 啊 有我一个纯洁的就行了 我现在最担心的 看见没有 下班时间到了 人家姑姑 她老公马上下班了 这样堵在屋里头 你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吗 不知道啊 人家名字叫蚂蚱 体功大罪的 我跟你说啪 给他踢死我告诉你 我回来了 看到没有 狼回来了 还是都是瘸狼 什么瘸狼啊 不是 你这是 怎么回事让人给踢了 什么让人踢了呀 啊 我从二楼掉下来了 干嘛要跳楼啊你啊 蚂蚱回来了 你看啊 妈我让你拍吧 多好的现场啊你说 啊 蚂蚱回来了 把赵刚子和锅锅堵在了屋里 赵刚子无路可逃蹭 从楼上跳下去 摔成瘸狼了 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是 装装 我可真佩服你啊 你真能装啊 我装啥了 装傻 咱们装 刚子哥 刚子哥 我也太对不起了 刚子哥 你说你让我说什么好 我们 我们这辈子 也忘不了你的情了 这才追老郑家秀爱来了 不要脸呢 怎么不要脸呢 大妈 怎么了 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没误会啊 你看看 有视频为证 自己看 自己看吧 真是能装 我们看不懂 宝贝 我来了 别动啊 乖 千万别动 来 亲切 这谁拍的呀这是啊 没头没尾的 大妈 你们是不是被这段视频给误导了 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是这么回事 这不今天是周末吗 我们单位有直播 我就把孩子一个人放家里了 但孩子又小 我就不太放心嘛 我就把我们家的钥匙啊 留给刚子哥了 我说刚子哥呀 你要是有空啊 你就帮我去照看照看孩子 请问我们家的孩子逃 就爬到那个窗户外边去了 就站在窗户眼上 你知道吗 眼瞅着就要掉下去了 多危险 是 是得亏刚子哥 到得及时 就把我们家孩子给救下来了 结果刚子哥却摔下去了 幸亏我们家是二楼 刚子哥 太谢谢你了 没事 这不应该做的吗 孩子那么小 掉下去咋整啊 孩子 这么说 你做的是好事啊 你以为我做了啥事啊 妈呀以为你做的是好事 不是好事吗 但也不知道是谁啊 你说在网上发那么一段视频 没头没尾的 也不说清楚 好多网友也不知道情况啊 就在底线跟着瞎骨头 大妈 大妈你说啊 发视频这人 缺不缺德 缺德吗 缺德 当然缺德了 这不够缺德 这人还缺心眼呢 我缺大了 这人不是二吗 二到几了 二百五吗 五百 万倍了都 哎呀都怨你呀 怨我啥呀 哎呀我就说刚子这孩子 汉后老实 他是个好孩子 你非得说他不要脸 是我说的吗 不是你说还是我说的呀 啊 是我说的吗 哎呀哎呀 行了妈 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你家俩姑娘 那品质都是一样的 你这不信 这视频是您拍的呀 您发的 哎呀妈 您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啊 你回头让大米听见了 这 这个咋整啊 这个 何不是吗 你说你说 这到时候怎么跟他解释呢 放心放心 高子哥 我已经在网上 把这事跟网友解释清楚了 哦是吗 而且好多网友知道真相之后 都算算给你点赞呢 哦 我现在也正视频直播呢 你知道大家特别想见见你 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不了不了不了 我这人 我没说两句 说两句 现在网上就需要你这种正能量 你说两句 说两句 我我我紧张 我 哦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正能量 哦 不是不是 我叫钱顺峰 我是他妹夫 那个张哥 哎 说你说 我不说 说了 爸 我跟你说我紧张 我没上过电视 再说 这人太多 我不敢说 你那有多人太多了 呃 已经五十多了 五十多人 还没你妈那粉丝多呢 是 五十多人呢 行那行 都是街坊邻居 是吗 等会儿 说了 刚子哥 哎 把这个带上 带这网上干啥呀 你导致导致 帅一点 来帅帅的啊 各位网友 现在就是钢子哥 再跟大家打招呼啦 各位网友大家好 啊 我有点紧张 好赖呢 他反正就是只有五十个人 不是五十多个人 是五十多万 多少 五十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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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这么多人啊 现在已经快六十万了 哎呦 十万 好快啊 你对这个数字还反应吗 反应反应 我很反应 钢子哥 有好多网友给你提问呢 有网友就问了 说钢子哥 救孩子那么危险 你有没有保留啊 没有保留 没有保留 我钢子哥 你问了洪荒之律了 钢子哥 有好多网友 特别喜欢你 大家都给你送礼物呢 不用不用 礼物已经很多了 不要再送了 哎 还有 很多网友都非常关心 你现在伤得怎么样啊 我伤得没什么伤 这是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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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天一来 我叫田顺平 没有我就没有他 他的我都 不是那个 我是他乐父 这两个姑娘 都是我多少年来啊 培养啊 教育 你别说了 我是他乐母 哎呀 他都管我叫妈 哎呀 哎呀 你踩着我脚呢 哎呀